在这万物复苏 百花争年的日子里 我们夏威夷彩虹艺术团和小茉莉彩虹舞蹈中心 本台消息 夏威夷彩虹艺术团 夏威夷小茉莉彩虹舞蹈团 近期在阿拉摩尔纳中心舞台 成功举行了今年首场公演 春天的歌舞 赢得了广泛的好评 今天夏威夷彩虹艺术团和夏威夷小茉莉彩虹舞蹈中心 联手在阿拉摩尔纳中心舞台 为社区群众奉献一场春天的歌舞 在这台表演中 我们要有八个节目 有四个孩子的表演 两个成人舞蹈团的集体演出 还有两位歌手要唱很优美的歌曲 所以我们在这里表达我们对当地社区 对我们支持的感谢 也在这里在农历新年刚刚过去的时候 表达我们对春天的喜乐赞美 我们希望以后广大的社区群众 桥林们对我们做以大力的支持 让我们走得更远更高 夏威夷彩虹艺术团注册成立于2013年 十年来他们积极进取开拓前行 为传承东方传统文化 促进中美民间交流 服务夏威夷当地社区做出了很大贡献 据不完全统计 先后为夏威夷当地社区义务演出歌舞 约60多场次 逐步成长为夏威夷华人文化社团中 充满活力的生力军 当天的公演气氛热烈 精彩分成 扇子舞春节续曲 古典舞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幼儿舞蹈你笑起来真好看 女生独唱You Raise Me Up 今夜无眠 苗族舞蹈喜迎春 女生独唱大海啊故乡 大海啊大海啊就像妈妈一样 歹族舞蹈雨林雀舞 散舞荷塘月色等优秀节目 把现场观众带入到一个个美妙而神奇的意境 让人们感受着春天迷人芬芳的气息 夏威夷中文电视台记者 好呢露露报道